那目前總共有9家銀行參貸 那...呃... 是哪9家啊? 呃...就是土銀,然後... 啊!啊!啊! 呃...台中商營 有...有...好像有... 一...銀... 土銀現在是怎樣? 這些無良建商都專找土銀 繼續放貸 繼續放任他們違反公安 詐欺住戶 然後視而不見 那我們金管會都沒有在管嗎? 民營銀行都不敢借錢耶 結果我們公股銀行比誰都還大方 呃...跟公會先討論一下 可以嗎? 公股銀行率先做到有什麼困難的啊? 我們公股銀行自己不做 你要叫別人怎麼做 你公股銀行一個禮拜就可以做 你還要問其他銀行的意見喔? 透過公會的力量要求銀行... 我現在依靈就做到這裡給你看啊! 主要好喔!因為之前有爆發 新北有個最大的自辦都更案喔 涉及這...炸...炸帶的狀況 那我們發現呢這個...呃... 銀行呢連帶呢主要是土銀 但是整個過程呢 其實有充滿了很多的問題喔 一開始呢這個... 建案呢是找...何庫 但何庫發現說他的預售狀況並不如預期喔 所以沒有達到這個融資撥款的條件 後來這個...建商呢 他就去做了假合約找了人頭喔 去做石燈等等 才傳出這個炸帶案 在這樣的過程中呢 土銀就核帶了六百...六十八億 甚至還有九家銀行參貸喔 這整個過程土銀 在整個受信的過程是不是也有問題啊? 呃...這部分我們有在了解 報告委員我可不可以請銀行局 跟您這個個案跟您報告 然後另外九家參貸的銀行有多少家公股銀行 這個資料有沒有 是我們馬上跟您回報 謝謝 是... 對...跟委員報告喔 那這個案子一開始是向何庫生貸喔 那何庫...呃... 生貸的過程當中 因為有一些條件沒有達成 後來就沒有動波 那又... 接著是在107年、08年之間呢 跟土銀生貸 那目前總共有九家銀行參貸 那...呃... 是哪九家啊? 呃...就是土銀然後... 呃...台中商銀 國際票券等等有九家 那公股銀行有幾家? 公股有三家 哪三家? 應該是... 合庫跟... 呃... 沒有合庫 那個... 呃... 有... 好像有... 一...銀... 呃... 呃... 有...有...有三家公股 跟兆豐... 哪三家? 這個之前我們就請你們提供 跟兆豐... 兆豐... 土銀、藝銀跟兆豐嘛 對...對... 所以這過程中 合庫已經發現有問題了 那沒有提醒其他的公股銀行嗎? 那其他公股銀行 在這樣子一個非常明顯是造假的狀況之下 還核待了六十八億 還找了九家銀行一起參代 這過程其實很有問題喔 那當時... 土銀的總經理是謝娟娟 現在也是土銀的董事長 那當時的董事長黃柏川 後來也因為論影案等等呢 現在也被起訴等等 所以這整個過程其實這... 整個問題非常的大 那... 包括這個泰社實業他炸大 也被爆出說有吸金四十億 所以吸金四十億的過程 也是透過這個建案喔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吸金 這部分是不是已經違反銀行法 金管會有沒有去了解啊? 呃... 因為上個禮拜呃... 媒體報導之後 那... 土銀有先報重大偶發事件 那依照規定他必須在七天 七個營業天裡面 再把後續的報告報給我們 所以這個七天應該是在這個禮拜五 還是下個禮拜一 因為我們公股銀行難道是這麼容易 被這些所謂建商來去做炸貸 或是詐騙的幫兇嗎? 從這個合庫發現問題 到土銀去連帶了六十八億 這中間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可以去... 呃... 亡羊補牢 甚至呢我們也發現說 這個工地喔 這個建案 它竟然從二零一七年開工到二零二年完工喔 有十一件的公安缺失 也就是說幾乎每一年都有公安意外啊 平均一年發生兩三件 那照理說我們也有公股銀行的ESG 在放貸的過程中應該要隨時的減貸 那為什麼這過程中土銀還是持續的放貸呢? 這部分沒有疏失嗎? 報告委員 依照相關的規定呢 銀行公會有訂定受信準則自律規範 第二十條裡面 就是在辦理企業受信的時候 銀行必須考慮借款人的誠信 呃...跟社會責任等等 那自然也包括這裡所的公安 對啊 那所以在這個案子 有沒有考慮到這個部分 你剛剛講說我們的ESG的受信的過程中 包括這些公安包括職安 包括它所造成的這些問題都要做檢核 在我們相關的公股銀行的檢核表上面 也都有看得出來 就必須檢核的ESG其中包括職安 包括信品等等都有 才能放款 並且在放款過程中也要隨時檢核 那為什麼土銀會完全無視這些問題? 你知道這一家泰社智善員的營造商 大成工程 對我們勞動部說齁 真的是非常離譜 因為五年有二十五次的公安缺失 是非常嚴重非常離譜的 沒有看過這麼離譜的狀況的 跟新復發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同樣新復發我們之前也提到 也是土銀也是土銀 而且劣跡本本也是五年十案死死 甚至在這個案子的過程中我們之前提到 他的土地由來是遠雄建設規劃給住戶的中庭花園 竟然就直接轉賣給新復發二十六億 新復發還跟我們土銀可以來貸款 已經被住戶去提告 然後違反公平交易法 種種的這些問題跟缺失 我們土銀依舊視而不見 所以土銀現在是怎樣 這些無良建商都專找土銀 土銀也無視ESG的檢核 繼續放貸 繼續放任他們違反公安 詐欺住戶 然後視而不見 這是我們公股銀行集合的標準嗎 那我們金管會都沒有在管嗎 我們所口聲聲的ESG 公股銀行都沒有以聲作折 你叫民營銀行要怎麼作折 今天為什麼這些問題都出在我們公股銀行的放貸上 民營銀行都不敢借錢耶 結果我們公股銀行比誰都還大方 然後明明知道說他們惡行惡狀劣跡斑斑 這麼多的公安意外 為什麼在放款的過程中 都沒有去檢視ESG 停止放款或是升息 這過程中土銀有沒有增加利率有沒有 有沒有因為他的公安意外 因為這些詐欺 因為廣告不實等等這些問題 有沒有進行該有的這個後續的處理 包括升息或是停止放貸有沒有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土銀的連帶案事實上包括兩個部分 比較大的部分是土地融資 後頭的部分才有那個建築融資 那所以事實上公安是比較後頭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過程當中 土銀有沒有去提高利率 這部分有沒有疏失嘛 因為我們公股銀行的ESG檢核表就提到囉 如果因為違反職安法的話 就是ESG的扣分項目 要是危害或嚴重的程度來予以利率的加碼 欸土銀沒有這樣的ESG檢核表嗎 然後我們再看看藝銀喔 藝銀他還有公布說 欸近幾年來我們有條件受信的案件有哪些 沒有核准的案件有哪些 然後因為ESG的風險 或者是有問題的 我們後來有停止放貸或增加歷史有哪些 欸都有把它明確揭露出來 我發現目前只有藝銀有揭露 其他公股銀行完全都沒有揭露 所以這個問題不就是我們現在要求公股銀行要做而沒做的嗎 那叫土銀這個事件一而再再而再的爆發 包括新復發 包括今天的這個泰社的建設 一樣的問題啊 就是因為沒有落實ESG嘛 所以金管會是不是針對這個部分 要全面的去精簡要求 我們公股銀行放貸的過程中落實ESG 並且公布公告 讓大家知道說你們目前ESG的案件 你們的落實的狀況是如何 讓民眾可以清楚隨時的自我檢視 難道不用嗎 我們很感謝委員您今天給我們這麼多指導 我們會朝您的方向去要求我們的公股 什麼時候可以做到 因為現在問題已經發生了啊 玉營都已經揭露其他銀行也都有 是不是一個禮拜內完全揭露 那委員那個土銀現在重大有發 一個禮拜之後才會爆過來 我們會我跟您報告我們會 我說這個ESG表的揭露 玉營有在揭露在網站上 我現在秀給你看這個 你們回去 委員謝謝您告訴我們 我們回去了解一下 請其他公股銀行也一併都要揭露在網站上 我們跟公會討論一下 照你的方向 希望是一個禮拜啦好不好 還是一個月 一個月可不可以 一個月完全揭露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公股銀行 我們要跟公會先討論一下好不好 可以嗎 玉營都做得到其他做不到 還要問公會喔 公股銀行率先做到有什麼困難的啊 公股是其他民營銀行 那是他家的事 我們公股銀行自己不做 你要叫別人怎麼做 你公股銀行一個禮拜就可以做 你還要問其他銀行的意見喔 呃我們程序上周延一點能夠跟公會 透過公會的力量要求銀行 議員都做得到 我現在議員就做到這裡給你看啊 你先這個身先四足是不是 你先作折 我們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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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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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委員的方向去 好不好 這個公股銀行應該要率先來揭露啦 所以我們希望是一個禮拜 進入最新的工程 進入最新的工程